美國總統川普對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星期五和南韓總統舉行歷史性的首腦會議時 作出的承諾表示樂觀 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和德國總理默克爾在一起時 表示他不認為金正恩是假裝的 他說南北韓峰會從未走過那麼遠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星期五越過分界線 和南韓總統文在寅握手 成為第一位進入南韓的北韓領導人 兩位領導人同意努力消除朝鮮半島所有核武器 但他們說要尋求通過會談正式結束韓戰 北韓過去曾經就他們的核計畫出了類似的承諾 但未能夠貫徹落實 當備問及平壤這次的承諾是否真實的時候 川普說美國是不會被棄弄的 這次首腦會議在川普和金正恩峰會召開前幾個星期舉行 代表著從很多人擔心核戰爭的邊緣之後 是後退了一大步 川普表示美國將會很快安排會面 但未有說明具體的時間 他說官員正在考慮兩至三個可能的峰會地點 公大師我們會恥命! 天啊 apart 不 Efendimiz Caroline 王大師我們再跨一大明 logs忠祝 drafting 這個 rabbit 也要看 iven Landing